媽媽愛在妳的愛 妳看不清楚 哇塞 這是誰收彈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劉沛妮 我是冰君 我們是劉沛妮 今天太開心了 真的非常久沒有做淘寶開箱了 這次我們不只買淘寶的東西 我們也試著在另外一個很紅的平台買 叫做PinkCC 裡面的東西真的是非常便宜 你覺得淘寶便宜 PinkCC更便宜 不過我要跟你說還是最愛淘寶 因為淘寶它質量還是會比較好一點 我不知道提問是在興奮什麼的 因為大多數今天的東西都是我的 所以今天這視頻我的話會比較多一點 不是平時都是這樣買 是因為妳不要講話 人們總是覺得我超過散 但其實是因為妳沒有說話 OK 讓我給大家看一下今天我們的包裹 來 OK 來開箱 這個我超級無極興奮 Bob的Joy 明顯就是一個 大水壺 哇 還有氣息工具在這邊 這個東西是可以放檸檬啊水果啊這邊 然後妳就可以放在裡面這樣 然後很好的就是 這邊就是有寫它的水量 對嗎 然後呢這邊喔 就有寫幾點幾點 就是被妳分類好了 哇 好喜歡 這個是一個指甲 我沒有想到這個指甲會這麼重欸 至於這個是什麼的指甲 我下次再告訴妳們 OK 所以我們淘寶看一下就到這裡啦 然後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記得點個讚 轉發 還有 驚不驚喜 意不意外 應該沒有人知道 哇 我們真的買這麼多欸 到底是這個在用的我買的欸 為什麼我不記得買這些 我買過很多欸 OK 來 先開這個粉色粉色好不好 哇 哇 這是冰淇淋買的內褲 你看 一袋一袋的喔 因為它非常便宜 真的沒有想到它會這樣子裝 然後妳看 我是非常無聊的一個人 所以我喜歡穿那種一色的內褲 質量還可以欸 而且很便宜我記得 OK 下一個 我買了兩支刷子 一個是鼻影刷 一個是點彩刷 點彩刷最近非常流行 掰掰 掰掰 鼻子很明顯喔 OK 下一個 你的東西耶 耶 這個是一個鯊魚匣 這個是我看抖音推薦的 那個很神奇的 就是妳平時紮頭髮的時候 妳的馬尾不是就會扁嗎 那個脖子是說把這個 放在妳的後腦箱這裡 然後把那個馬尾邊頂上去 然後妳的馬尾就會看起來非常好看 很漂亮的珍珠耳環 哇 你看 真的很漂亮這個 而且這幾塊錢的東西還包裝到這麼好 又是一對耳環 非常高雅 我覺得她的耳環質量都非常好 而且重點是非常便宜 又是另外一個點彩刷 不過這個不一樣的是它是塗腮紅 我有買兩支一直給妳 真的啊 我不要一直給妳 現在就是非常有心 用點彩刷來塗腮 像這樣 哇 真的耶 你看很均勻 它不會做一塊這樣很容易耶 下一個 哇 這個都被壓扁成這樣 同樣的 點彩刷 這個是比較貴的那個 然後剛剛那個是比較便宜的 我感覺這個比較貴的 沒有說都比那個比較便宜的好耶 下一個 這一個是淘寶箱非常火的睫毛夾 這個是大的 然後這個是迷你的 好可愛 超強 OMG 我買這個滿有隔屏的齁 巨男友 然後一直夾到肉 會不會喔 可能妳不只會有隔屏的 哈哈 來妹妹這個送你 我不要 這個貴的真的 我不要 它好彎 這麼焦 我的肩膀都還沒有斷到喔 but you are special case 我還要買了 很舒服很涼的那種 Dico 而且真的超便宜的 總共有8件 然後它是無痕的 咦 我完全不記得 我買這個欸 好啦 這樣我們買了一個 這個不知道是3 我還是給妳 超便宜的修容 我也是不懂 我去看小紅書還是抖音 被人家種草了 聽說做鼻影非常好 喔 Thank you 但是是有趣 好啦 你比我需要 我跟你們說喔 沒事喔 千萬不要去刷小紅書抖音 我現在給你們看的所有東西 都是我 因為刷太多抖音 還有小紅書被撞 這個也是最近風很大的 intu you 純泥 這個博主他跟我 膚色很相近 然後他說這個非常適合 我們這個膚色 哇 真的很不錯欸 我還蠻喜歡的 非常適合素顏圖 或者淡妝 大家沒事喔 記得多多去刷小紅書 不太多 為了搭配我剛剛買的這個唇衣 哇 太美了 就是這種東西 讓我感覺到夠的快樂 看到這裡應該沒有剩男生了 因為那個博主他兩個一起推薦 他們說兩個圖是絕配 我覺得很一般耶 這個 可能那個顏色沒有非常適合我 這麼快就翻車了 大家每次敲完票去刷小紅書更多 你看 所以叫你在我購物的時候 問題要不要買多一點 你講你不用了 在清理東西的時候 你一字會回來了 買了這一套 奧隆office的高光燈修容儀 這個也是小紅書很多人推 這種concealer欸 還是我買了 如果是你買了我一點都不訝異 Same 哈哈哈哈 車廂筆 下一個 這次我超期待的 粉撲 這個非常火 你要那種美妝飯對嗎 每次都是要拿去弄濕它 才可以用 真的做不用 所以我超期待試這個 我嚇死我 哇 不錯耶 它不好的點就是 因為它這麼小 所以你要放很高 才會有那個效果 看到沒有 我覺得這個有用 就是在我們出去拍攝 OK Next 小刷子 這個又是董燕莊草 這個是一個霜塗遮瑕刷 遮瑕之後 然後呢把它這樣 脫著 感覺好吃 我給你問 龐 Lynn 應該就是會忘了 這個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日落燈抖音跟小紅薯果都很火的 我選的是可以自己調顏色啊 還有亮度 我也買了一個學� 可是我的是1克的 啊 你那學壕像小而已啊 小弟 老闆 反應的這麼美啊 我可能會一直這樣買這個 每次我推薦他的東西 他講不要最後他還是會再去買 引擎眼鏡殼 我們一個人有起伏 放在這邊就很像一目了然 Next 所以我有一個我超喜歡的泡泡粉紅拖鞋 我已經穿了好幾年 現在有一粒泡泡已經掉出來了 所以是時候換新鞋啦 這是我新的拖鞋 你怎麼走 OK 要等 要不要啦 謝謝 太累了 謝謝 這時候還可以給我啦 給你看 我們要等著他失望的表情 謝謝 這個是減肥必用 油噴物 哇 這個質量夠好耶 油就會用的比較少一點 沒嗎 唯一件衣服 比我想像的有厚一些 你本來也有DEP 好看 這邊小路肩 然後那個袖子很長 Goodbye goodbye OK Thanks 這個原本是用來裝筷子的 但是我看小紅書上面很多人用它來裝刷子 我覺得超實用 因為它又防塵透明好看 果然我還是比較喜歡這個茶色的 謝謝 最後一個小包裹 這個是用來做拼盤的 它裡面是這樣空空的 然後你就可以把自己喜歡的 眼影啦 腮紅啦 吸在上面 非常方便攜帶 我在PCC上面買的鵝鵝鵝 完全沒翻車 太美了 翻車了 翻了翻了 美是美 可是怎麼一來就掉了 所以你看前面它是個星星對吧 後面它是有個珍珠這樣 美姐 我只買了三樣東西 大多數都是你的 你來清理喔 OK喔 那我聽不懂 所有的東西都希望我分享給你 好啦 所以我們這個非常impromptu的淘寶開箱 就到這裡了 大家如果想要看更多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當然接下來我們也會拍非常多的日常 我會讓Tiffany多拍一點 我知道很多人想要看她講話 我的視頻都會是ASM 喜歡這段視頻啊 記得點個讚 轉發 還有訂閱我們 把閒鈴鐺打開 都說我們發出片 所以你具有一定時間上的通知 還有關注我們Instagram 接著阿咪你們 我們下個視頻再見 掰掰